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沐青 這邊先跟大家介紹我這個名字的由來 就是沐青它原意是眼睛的睛 然後分開拆開的時候它是一個青色 然後會因為知道沐青是因為我很喜歡青色 然後我每次在問大家對於青色的定義的時候 會有兩個答案 一個就是藍色 一個就是綠色 然後在影像的作品中 我也會加入這兩個色調去做調配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取了一個名字 透過我的眼睛去傳導我看到的溫暖和世界 然後今天邀請大家參與今日的青時光旅行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很短暫的旅行 然後我們一起去享受這短短的美好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是因為我們常常在人生 或者是生活中去追求你自己的希望 或者是更好的方向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走進每一個日子 好好的去感受生活的細節 攝影是反映內心渴望的世界 其實在拍照的時候 我往往會把自己整個交付出去 就像現在大家圖中看到的一對老夫妻 我很喜歡捕捉這樣子的題材以及背影 因為我覺得這段感情是我們現在現今社會很難去揣摩 或者是去得到的 這個這段的情感我把它成為是一輩子 因為現在的一輩子我們要用很大的力氣層去完成 這也是我內心很渴望也很想要的 我覺得現在最接近自己的一輩子是自己的父母親 他們有彼此陪伴 然後相互依靠 所以我很渴望這樣子的感情 然後在拍攝的過程中 我喜歡拍攝大量的背影 因為一方面是肖像群的問題 另一方面我覺得每一個背影 它的前行都是我的遠距 然後在這一生中 我可能只會遇到它這一次的背影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子的捕捉 你會覺得你還在寫一個故事的人 或者是說故事的人 所以我喜歡用這樣子的題材去做記錄 然後在影像中我喜歡大量的留白 而留白的理念有點就像是 大家買到日記本 可以開始填寫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情緒 所以如果我在影像的分享過程中 你的頻率和我相同的時候 我覺得那有一種是我陪伴著你 或者是相互理解的感覺 攝影拉了我內向的一把 就是在接觸攝影之前 其實我是一個很害羞跟內向的人 我記得我大學在上課的時候 我的座位都是在整個教室的直角 就是那個最角落 然後老師看不見的地方 然後我也希望老師不要知道我是誰 我是一個很害羞很害羞的人 或者是去買飲料的時候 如果店員忘記給我吸管 我會叫我朋友去幫我拿 因為我無法跟陌生人溝通或者是對話 可是在接觸攝影的時候 你必須要跟你的客戶或者是廠商 去做到一個溝通跟理解 所以在接觸攝影的這幾年 我慢慢地學會與人溝通 傳達我自己的情緒或者是我的理念 永遠記得有一次 講座邀約的時候 我其實是有一點抗拒跟逃避的 因為我覺得我無法站在台前 跟大家分享我這幾年的心路歷程 因為我會無法有條憂歷地去傳達 我記得我在上台前的時候 我是躲在廁所裡面乾藕 就是藕到我的胃酸 流上來流下去 可是我很慶幸我接受的那一場挑戰 就像大家現在 我們可能有時候會在舒適圈 可是有時候你逃離舒適圈的時候 接受每一個時間點給你的難題 你才會越過那一座山 去看到更不一樣的風景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去擁抱困難 或者是接受難題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知道 下一步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人 把快樂和夢想編織在一起 因為大家常會說 你的工作跟你的興趣 是同一個的時候 其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可是在這個之前 其實我在內心有很大的拉扯跟抗拒 因為在工作的時候 你有工作的攝影壓力 可是當你不工作的時候 你的興趣也是攝影的時候 其實你會很排斥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因為你會覺得工作是攝影 那我平常休假也是攝影 所以我會變成說 我休假的時候 我就不再去碰攝影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會有一點可惜 是因為我好不容易用了兩年三年的時間 去找到一個我找到讓我開心 跟在低潮的時候 我可以去面對的一個興趣 可是因為攝影 我變成抗拒它 討厭它 我覺得是一件很可惜 然後也是對自己很不負責任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這過程中 慢慢地找到一個比例 就是我一樣背著相機 週末的時候走回去巷弄 去拍日常的風景 把商業跟你生活去做區分 所以我才慢慢地一路走到現在 今年的我30歲 可是在25歲的時候 我為自己設下一個目標 而那個目標並不是很遠很遠 而是我可以利用自己的努力和時間 慢慢地一步一步去達到我的那一個目標 我在25歲的時候 我希望我在30歲的那一年 可以為自己設下一個工作室 所以我在252627 慢慢地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最後達到自己的目標 這個目標有點像是一個小旅行的感覺 其實人生就像旅行 你在途中你會有晴天 會有雨天 然後我覺得低潮的那個感覺 就像是潮濕未乾 有點悶悶的 可是你要去抓著這個感覺 你才會有力量去擰乾所謂的潮濕 然後再一次地為自己放輕 我覺得我活到30歲的時候 我深深地提悟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先學會取悅自己 因為我們往往都會先別人開心 然後最後才是自己 可是到30歲的今年 我覺得取悅自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是在這之前 其實我都很害怕一個人走在路上 或者是去吃飯 逛街等等 因為我覺得背後的人會覺得 你看那個人好像很孤僻 他沒有朋友 然後很可憐 可是後來慢慢地到30歲的時候 我理解到很多時候 我們必須用自己的力量 或是自己一個人去面對 人生不一樣的難題 所以我覺得 一個人後來我不會把它解讀成 孤單或者是寂寞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你能體悟到一個人跟孤單 是分開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因為我在年前的時候 很害怕自己一個人走在校園 或者是自己去吃飯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記住 一個人並不等於孤單這件事情 然後這邊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會去做些什麼 那我都會跟網友說 我可以去騎腳踏車 原因是因為你可以去聽一首 你很喜歡的歌 因為一首歌都會存放一段 你開心或者是不開心的記憶 所以你一路上去聽那一首歌 慢慢地從起點你原本是不開心 你可以去看到可能房子 稻田 人家等等 起到終點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點肚子餓 那你就去吃飯 那人嘛吃飽喝足就會變得很開心 然後你在搭車回家的時候 你去好好的休息 放鬆 洗澡 隔一天你就覺得 欸 原本那件開心的事情 好像也還好 所以我就會推薦大家 如果心情不好的時候 可以去騎腳踏車 消耗一些體力 然後我覺得回歸到攝影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覺得攝影最重要的價值 是它真實且自然的存在 因為它就像我們爸媽 留給我們那一本本泛黃的相簿 它並沒有被任何 比如說修圖或者是後製 它就是一張很真實完整的底片 然後慢慢隨著時間泛黃 而攤開的時候 你會想到你那個時候 發生的叮叮叮叮 也許有點模糊 可是我們可以靠著眼上去 慢慢地拼湊以前的回憶跟記憶 所以在這幾年 我開始為大家開始拍寫真 不管是全家福或者是個人 我覺得很幸福的是 我們用時間泛黃去編織每一段美好的回憶 然後我們雖然身在數位時代 可是如果你可以記住這一份純粹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件很幸福很棒的擁有 最後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段 我很喜歡的人的話 就是你拿起相機的時候 你向他人介紹這個世界 當你放下相機的時候 你是參與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在數位的時代 我們可以去好好想像 這個理念會是什麼 然後為我們的生活 會帶來一些什麼樣的轉變 謝謝今天大家參與今日的青時光 我是穆青 謝謝 謝謝